我們來關心的另外一項武器是核動力潛艦 最近出了一些問題是來自於華爾街日報的報導 9月26號引述美國的不具名官員的說法 證實了今年5月末在武昌造船場有一艘最新型的 畫面上我們看到洲際核動力潛艦在下水的時候意外沉沒 華爾街日報在報導當中還特別引述了五角大廈官員說法 認為說這起意外除了涉及大陸的人員 他在訓練的水準跟裝備品質都有出狀況之外 也讓解放軍的內部控管還有說是他的中國國防工業長期腐敗問題浮上台面了嗎 我們剛剛討論的非常多是中國才發射他的洲際彈道飛彈 這時候華爾街日報出了這樣子的一個報導 來攻擊中國國防產業時間點因為比較尷尬一些 是巨石已報嗎 這個華爾街日報還是他有抹黑的可能性 建長怎麼分析 西方世界對中國科技的這些抹黑詆毀從來沒有客氣過 因為我在海軍所以只要發生這些事就會有很多人來問我 最近兩年對中國核資潛艦也好潛艦也好 詆毀有兩大事情 第一件事是2023年8月就兩年前 美國有一個台灣叫他叫做軍事科技專家叫沙頓 他說在有一個洞山溝的原機潛艦在我們台海沉沒 那他的依據是什麼呢 有一個人這樣告訴他知情人士 這個一出來之後那是大事啊 然後當時就有人來問我 我說他的依據什麼 看不到 而且如果真的沉沒一定有人去救他 也看不到 所以我認為說不是 那篇文章他當天就撤掉了 就知道他也知道他在亂講 可是我們台灣緊緊的跟隨接著就說在南海 其實地點在南海又講 又說其實地點在黃海 然後後來我們有一個叫國防研究所的所長 很資深的 他後來看到有一次那個中共發布新的那個人事命令 說他的海軍司令灌人了 那舊的司令不知道去哪 他說這就是證明那一定是 因為這個人在為這個潛艦的這個沉沒負責 他這個文章剛寫出來的第二天 就發布這個海軍司令晉升國防部部長 我們當時一看我說這真的是縣市報 你知不知道 你就知道這個其實整個的 這種文章我可以講 接著我們再來說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就比較具體 它是2024年的5月29號 有個衛星空照照到那裡 這個服務者有一艘潛艦在這裡 後來又隔了幾天這潛艦不見了 但是出現了四個吊重的船圍在那裡 他依據這個 他說這艘船一定是沉沒了 但是他當時說出來的時候 是不是5月說的 他是7月說的 就這個是已經發生兩個月他說的 就今年7月說的一次 媒體炒作過一陣子 但是沒有人繼續炒下去 那當時我看看 我只能說他一定出了意外 我說他出了意外就是 沒有一個造船廠 四個吊車在那裡吊東西 你不知道吊什麼東西圍在那裡 後來隔一陣子也就都沒了 現在再去看也都沒有了 所以當時我說出了意外 但是這個意外是什麼我無法確定 你知道嗎 就是接著這一次說我這樣 剛好就在導彈一打完 所有人都知道這次導彈讓大家都很驚訝 中國的軍力軍事量到這個地步 這時候又出來了 所以這個一出來 我就很仔細地看了所有的報導 有沒有新的市政 完全沒有 他完全是舊的那一條資訊 但是這一次講的就更指正俐俐 他一直在成了 撈起來他的什麼東西怎麼樣的 其實他沒有任何新的東西 所以你說他是一個叫做舊舊新品 那為什麼這時候出來 可能真的是針對這個 不要霸打他們其實招得很 但是有沒有像他說到這麼多 這麼多的嚴重啊 對可解這些東西 我覺得是兩回事 接著我最後再講 你說這艘船為什麼在那裡 中共造幾艘船招這麼多 他說如果是真的 我先說如果是真的 為什麼會在那裡發生 如果這個船在海上航行 我告訴你不會發生 因為船上有人官兵 他出了什麼事情 他們會立刻處理 可是他在造船場 記住船在造船場的時候 即使是新船 或者回去維修的時候 他整個人是晚上是沒人的 因為他沒水沒電 那根本沒辦法住的 所以白天工人在那施工 晚上通通下班回家 如果潛艦這種東西 有一個罰部障 或是他該關沒有關 你知道今天早上一來 這船就可能 已經到水裡下去了 為什麼 整個過程沒人知道 所以在場裡的這種 發生這種意外 是可能的 再以他四個調動船在那裡 我說他有意外 也是合理的推論 那在之前 因為是一艘潛艦在那裡 是不是一個合理推論過來的 我覺得也合理 但是目前的證據 沒有辦法證明 全都是這些西方專家的 這個說的話 沒有一個具體的證據 來證明他們說的是真的 好 所以或許意外是真的發生的 但是西方媒體 針對這起事件的不斷炒作 確實是真的 我們持續來看到 其實華爾街日報 它不只是報導了這個 沉默傳的這件事情 它還在這一次 出現在媒體視野 大家比較意外的是出現 拍到了這個叫做 洲級核動力潛艦 那提到這個新型潛艦的特色 是看到它的尾部 是X型的一個設計 過去談到解放軍海軍 第四代核潛艦 最新的都是這種磁流體推進方式的 097型型型級核潛艦 就是因為它是大家沒有見過的 所以大家說 這個是意外曝光一個新型號嗎 那如果是的話 中國是不是在發展核潛艦上面 確實是非常的低調 李老大怎麼看 本來中國在軍武方面 我們會知道 它在核動力潛艦 它是比較弱的 這個是事實 但是中國也知道哪裏弱 它就會努力 它努力也是一個事實 那麼華爾街日報 因為中國的洲際飛彈 讓大家震驚 它也要稍微鼓舞一下自己的士氣 滅滅中國的威風 所以就把這件事情拿來報一下 拿來報一下 但是我們整體來看的話 就是說整個大家注意到 就是中國的整個情況 就是說這也是整個很多國際 對中國軍事評論 我把它整理一下 第一個說 中國在20年前習慣長濁 就是有些毛病會長不講 但是現在是長風 厲害的不講 這是第一個 就是中國的一個變化 因為它慢慢懂了 拿不到解架 第二個就是我們講說 中國以前講繞道超車 其實中國現在是換道超車 所以它有些東西它是新的 不是你傳統 傳統我都跟不上你嘛 所以你看中國最差 就是一百多年的技術 蒸汽機這個東西 馬特的時候發生蒸汽機 中國都一百多年沒辦法 但是新的東西 中國是可以改上你的 所以它這個才新的 所以你就像這個 你就像紅20 紅20也沒什麼一個 但是你就知道 它有什麼 它一個等離子體引性技術 是別的沒有的 它會弄一個這個等離子雲 你看它的等離子雲 等它一動就已經不見了 這是它的一個引擎 它引擎不是普通 塗上油漆的就立中了 它就有這個技術 那你想像這個福建號航母 它是彈射 可是它的彈射 它的彈射採用不管是電 是什麼東西 它跟你美國的那個彈射不一樣 所以這就是它的一個這個 繞道超車 所以在這個方面來講 就是說整個中國 那中國在過去來講的話 可以講二十多年前 就是說沒有錯 它二十多年前 在軍中有腐敗的問題 是比較那個 但是我們可以講 在一二十年代 它是有完全 它是有完全 它不能說它已經完全沒有這個腐敗了 但是它最起碼它這個改革 還有最重要就是說 整個軍人的一個 軍人的一個士氣跟榮譽心 這個出來 這個是我們必須要 我們必須要注意 還有它很多優秀的人才 理工的人才 很多輩子 它是等著理工很優秀 它去讀軍校的 不是像我們先招一些高中去讀軍校 最後把你一直摘到讀這個讀那個 它不是它這個了 那這一點的話 就是說 我也說不是說 不是說唱在台灣 那個唱紅大陸了 我的一個感覺就是說 不管我們將來是怎麼樣 我們自己要自強 從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地人政治 內中之爭 戰略價值 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共襲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神球觀點 正在環球大陸前